Hello 大家好 我是Moto 今次會跟大家分享我上次私影浴的妝 底妝沒什麼特別 所以今次會由眼妝開始講起 先弄濕一點眼影掃 然後在上眼皮的位置畫一條比較長的眼線 然後用同樣方法 畫在下眼皮二分一的位置 畫一條向上剔的下眼線 之後用金色眼影畫在上眼皮二分一的位置 然後用珠光色的眼影打雷回臥蠶 我有一邊的雙眼皮就是耐霜 所以要貼上雙眼皮膠紙 這個就是平時用開的雙眼皮膠紙 雖然它比較麻煩 要剪走它的頭尾 但是它是貼得很緊 而且效果都是比較自然的 好隻眼睫毛的朋友 我就建議你們貼上前短後長的假印睫毛 然後就可以跟頭髮的顏色畫尾 然後就可以把眼皮膠紙拿出來 眼妝的部分就完成了 因為要拍照 所以我就會打重一點的鼻影 塗上去之後 再用手揉開它 效果就會自然一點 然後就可以在眼底的位置塗上胭脂 然後用一個鬆一點的掃 掃開那邊的 塗上一點潤唇膏打底 然後塗上桃紅色的唇膏 整個妝就完成了 髮型方面我會塗上兩個雞 它可以配合我一套浴衣 紮法很簡單 紮兩條雙眼尾 然後捲起它 如果有什麼凸起的地方 用夾仔夾回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捲回頭髮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也挺簡單的 那我那天拍的照片 就會放在後面 今天分享就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